观众朋友你好 我是千瑞 欢迎收看我们这一期的生活向导节目 今天我们又来到了Saramonte Subaru车行 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Forest的Weldiness 越野车型 这款2022年的Forest的Weldiness 是森林人的越野车款 它也是借Outback Wildness的第二款越野车型 我现在左手边是2022年的Supro Forest的 而我的右手边就是2022年的Supro Forest的Weldiness 这两辆车的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看它的整体的外观设计上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变化在细节方面 这两台车的细节方面到底有多大变化呢 我们先看高度上 这台车 这个Weldiness呢 明显是比这辆车要高一点点 因为它的底盘的间隙呢 是有一定的提高 而且呢 这辆车呢 是明显的变成了越野轮胎 所以呢 感觉它的越野性会更 性能会更强一些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细节 比如说 你看前面呢 它增加了一个防眩光的设计 而且呢 在车灯上虽然没有什么变化 但是在雾灯上 其实是有一些变化的 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 它左边呢 多了一个Weldiness的标志 非常的时尚 非常的酷 我们再来往上看 它的这个车顶的这个黑色车架呢 和之前的比较呢 它多了一些金黄色的 这个设计 显得整个这辆车非常有特色 与众不同 这个Weldiness 与普通版的Forester呢 相比拥有一款全新的外包围 包括更加粗壮的黑色的前后杠 以及外凸的轮煤 在增加了野性味道的同时 又可以有效地防止车身的刮蹭 Subro还重新调整了森林人的动力传动系统 Weldiness拥有与其他森林人相同的2.5升 4缸的发动机 具有182匹马力 176磅英尺的扭矩 以及无级的变速箱 通过降低最终的传动比呢 就使它的扭矩增加 也就是说车呢更有劲了 那Weldiness可以牵引3000英镑的物品 是标准的Forester的两倍 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Forester的Weldiness 换装了全地形的轮胎 黑色的行李车架 并对悬架进行了调整 使其拥有更加出色的接近角 通过角和离去角 我们来看看这个与普通版的一个内饰的对比 它这方向盘首先加入了金黄色的元素 还有它的挂挡杆 这全部都是加入金色远古 非常的时尚 还有这个转钮全部都是变成金黄色 这个座椅的头枕呢 它是有这个logo的标志的 Super Wildness 而且设计的非常时尚 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 有关2022年的Forester的信息 或者是其他车款 欢迎您来到Saramonte Subaru车行 这里的华人销售将结成为您服务 解答您的疑问 Saramonte Subaru车行 现在还有收购旧车的服务 也欢迎大家过来了解一下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把手中的二手车 拿过来 我们可以进行评估来估价 看您想不想出售您的车子 或者跟我们的新车 做一个这个trading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主要针对几种车型 一种呢就是您已经付全款 所购买的车型 这是一种 另一种呢就是您现在 还仍在贷款中的车 第三种情况呢就是您跟租车公司 所租的车 例如说三年的租约还没有到期的 这样一种情况 不管什么样的车型呢 我们现在都是非常欢迎您把车子拿过来 我们可以进行估价的 根据您的这个车子 所处在的一个环境中 我们给您做一个最优化的调整 那么具体的一个流程呢 就是您首先最好打电话 跟我们预约好您的时间 然后开着您的爱车过来的呢 我们请我们的二手车的老板 给您做一个估价 那么同时您要带来的一些证件 例如说您车辆的保险 例如说您车辆的这个DMV 给您发的注册表 或者如果您已经全款买来的车子 您的车主证也一并带来 然后我们会根据估价的实际情况 给您一个offer 一个很好的报价 这个报价理论上七天之内都是有效的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拜拜 拜拜